Hello,你好,我是Frank 今天咱们来到90课 是一个复习课 这个标题看着特眼熟 跟咱们88课长得一毛一二 也是have you 然后怎么怎么的 yet 翻译过来 还是你已经那啥了吗 好,咱们直接来看书后练习B的部分 我们看看这个练习让咱们干嘛 先是给了你一个问题 Did you do your homework last night? 很明显这是一个过去式 你昨晚上做作业了没 好,再看下一段跟它对应的yes这句话 同样的字体颜色 它就是用来回答第一句提问的 Yes, I did my homework last night 就等于回答了一个肯定的 是的,我做了 然后又把这个问句当中这句话 I did my homework就重复了一遍 后面当然还是要加上last night 非常完整的一个回答 好,接着再来看问题当中的第二句 叫What about Tom? 那么这个问句是接着它上一句 就是Did you do your homework last night? 在这句话问的 所以就是先问你做没做这事 然后再说其他人做没做 What about Tom? Tom做没做 回答的时候看绿色的这个字 Tom他没做 这个时候我们要练习现在完成时 而且是否定形式的 He has not 然后has not可以缩写成hasn't He hasn't done his homework yet yet加在否定句和疑问句里都是可以的 好了,现在你应该看明白了 也就等于上面这两句话 是书上练习B已经给你的这个问题 然后下面两句话是分别对应着 去回答这两个问题 好,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二句话 问什么呢? Did还是过去是 Mrs. Johns go to the butcher's Butcher还记得吗? 表示屠夫的意思 或者是卖肉的 那么它后面加一个ps的话 就表示肉铺的意思 就是说穷太太今儿早晨去肉铺了吗? 后面加一个this morning 然后这还没完 后面又追问了一句 What about Mrs. Williams? 威廉姆斯太太呢? 好了,接下来是咱们要做的了 就是把这两个问题分别回答一下 首先第一句话人家用过去是问的 咱们就得用过去是答 Yes,Mrs. Johns went to the butcher's this morning Went是go的过去是 她今天早上去肉铺了 好,接下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威廉姆斯太太去没去 她没去 一个完成时的否定形式 她还没去呢 Mrs. Williams hasn't been to the butcher's yet 好,接着来看第三句 同样还是过去是来提问 Did you speak to him yesterday? 昨天你跟他说话了没有? 然后接着又问了一句 What about Susan? 然后苏珊跟她说没说话 好,那么回答呢 是我跟她说话了 但是苏珊可能跟她生气了 赌气了 还没说话呢 好,先回答过去是 Yes,I spoke to him yesterday 好,这里面的spoke就是speak 她的过去是 好,接着再看下面一句话的回答 苏珊怎么样呢? She hasn't spoken to him yet 她还没有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跟她讲话 这里面的spoken是speak的过去分词 好,接下来第四句话 Did George 同样还是过去是 后面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Swim across the river 游过了这条河 什么时候呢? an hour ago 一小时之前 George是不是游过了这条河呢? 然后What about Sam? 小三 阿三有没有游过去呢? 肯定George游过去了 然后阿三没有过去 这是我们正常回答的逻辑 好了,回答肯定的 Yes,George swam across the river an hour ago 这里面的swam 就是swim的过去是 好,接下来 再用现在完成时回答一下 Sam hasn't swam across it yet 好,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新词 叫swam 这个词是swim的过去分词 所以说你看这词 圆形过去是跟过去分子长得都不一样 好,接着再来做第五道题 这句话同样还是过去是来提问 Did you see that film yesterday? 昨天看那个film没有? film还记得吧 这词表示电影的意思 然后再接着追问一句 问完你呢 再问你的两个朋友 What about Sam and Penny? 这两个人他们有没有看 好,回答还是先肯定 我看了 但是他俩没看 是的,我看了 Yes, I saw the film yesterday 但是这两个人到现在为止还没看 这是一个完成时 Sam and Penny haven't seen 为什么用heaven't? 因为这是两个人 所以我们不能用第三人称单数了 所以就是haven't seen the film yet 好,练习B的最后一道题 The Tim 这时候换了一个人 这是Tim Take off his shoes a minute ago 这里面有个小短语 拖鞋 鞋呢,肯定是两只 是shoes 那么把什么东西拿下来 拖下来就是take off take off his shoes a minute ago 他拖没拖呢? 他拖了 Yes, Tim took off his shoes a minute ago 然后接着又问了 What about Frank? 那Frank那鞋拖没拖呢 很显然 这一定是否定的 不管他拖没拖 他都是没拖 Frank hasn't taken off his shoes yet 注意这里面的taken 就是take这个词的过去分词 那么它的过去式 在上面一句话里 就是took 好的,现在练习B的部分 我们做完了 接着咱们再来回头解决一下练习A 其实这个练习A 跟咱们88课那个 是一模一样的 它给了你一个陈述句 然后先让你把它变成疑问句 再把它变成否定句 很简单 变疑问句就是把date提前 因为它是个过去式 所以我们把注冻词date放在前面 然后变成否定句的时候 是直接加一个didn't就可以了 来看第一句话 太阳怎么样呢 set 这词咱们之前学过 表示太阳落山的意思 The sun set at twenty past seven 在几点的时候落山 在七点过了二十分 那七点二十的时候 这是一个陈述句 告诉你这么一个现象 好,现在我们把它变成疑问句 but did提前 这是一个注冻词 did the sun set at twenty past seven 好,这样就变完了 接着把它再变成一个否定句 就是太阳不是在七点二十落山 the sun did not 然后缩写成didn't the sun didn't set at twenty past seven 好,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点 set这个词它的原型跟过去式 长得是一样的 好,接着来看第二句话 he ate his lunch at one o'clock 这里面的ate造型有点奇怪 这个词就是eat他的过去式 表示吃的意思 那么提问的时候 看到过去式了 我们要把did提前 did he eat his lunch at one o'clock 在一点钟他吃的饭吗 好,接下来再把它变成否定的形式 he didn't eat his lunch at one o'clock 其实像这样的练习 做到今天应该是比较简单了 因为咱们八十八课的时候 已经做过好几个了 好,那么接着来看第三句 这句话的陈述形式 书上给到的是 they did their homework last night 他们昨天晚上做的作业 那么现在提问 把did提到最前面 这里面我要再详细说一下 你看原句当中有一个did 但是这个did它是一个动词 是动词do的过去式 所以咱们在把它变成疑问句的时候 前面割了一个did 但不是上个句子里那个did 在疑问句当中的这个did 是我们后家的 这是一个注动词 那原来那个did跑哪去了呢 你看后面 did they do their homework 看到没有 在这儿呢 好,那么这句话 再把时间给say到最后 last night 好,接下来变成否定句 they didn't do their homework last night 好,接着再看第四句 he came by car this morning 这里面的by就表示通过一种什么方式 通过坐汽车的方式过来的今天早上 he came by car this morning 这里面的came是一个过去式 它的原形是come 就是来的意思 好,现在把它变成疑问句 还是把did提到前面 然后呢 did he come 这是它的原形 did he come by car this morning 他今天早上是坐车来的吗 好,否定句 he didn't come by car this morning 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下面第五题 the sun rose at half past five 刚才我们练了一个太阳落山 现在呢 这个词叫太阳升起 早上五点半的时候 太阳升起来 这个rose 它的原形叫rise 表示上升的意思 好,那么这句话 同样我们把它变成疑问形式的话 did把它提到前面来 加一个注重词 did the sun rise 好,这个就是它的原形 表示升起的意思 好,后面呢 上面这句话里还剩一个时间 这个信息把它给落下来 at half past five 好,然后我们再把这句话 变成否定的 就是the sun did not 缩写的形式就是didn't the sun didn't rise at half past five 好了,现在来到最后一句 这句话的原句是 we swam across the river yesterday 昨天的时候 过去的时间 给了一个动词的过去式叫swam 这个词呢 是swim的过去式 后面加了一个across 这词表示穿过的意思 从河流上面游过去 昨天干的事 好了,现在还是先把它变成疑问句 did you swim across the river yesterday 变成否定呢 就直接加一个didn't就可以了 we didn't swim across the river yesterday 好了,这组练习总体来说还是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在88课的时候 已经练过类似的东西了 希望你能通过这样一组练习 更好的体会 什么是过去式 以及把过去式一个陈述句 怎么去变成疑问句 以及否定句 好了,这节课的内容就这么多 感谢你听完 我是Frank 咱们下节课 再见